大家好,欢迎观看OpenMatch演示 这是一个基于可扩瘦的 我叫Jonathan Faust 是一名云开发技术推广工程师 今天我会带你了解OpenMatch 为什么是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 帮助你构建自己的玩家匹配器 我们首先会聊聊OpenMatch在扩容能力方面的优点 另外还会谈谈为什么选择了开放原代码的形式 以及这样做的好处 在介绍这款产品之前 我们应该先谈谈传统的匹配架构 以及它存在的问题 还有OpenMatch当初为何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理解我们 创建OpenMatch的理由 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传统的匹配架构 传统匹配架构大多倾向于 采用单体式匹配方法 通过单一服务来处理身份验证 拉取玩家数据 收集所有信息 从而提交基金创建的请求 然后再将数据发到你的游戏服务器 所以这会形成单一故障点 一旦这个单体式匹配器有一个部分发生问题 就会引发后续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希望采用一种方法将匹配器 拆分成多个不同的服务 我们还想确保OpenMatch 能够随着你的成长而进行扩容 因为在采用单体式方法时 你必须考虑一种 能随着你的应用一同成长的单一服务 好 让我们来看看 在处理匹配器时 你必须要应对的一些问题 在匹配时涉及到多种复杂情况 你必须处理延时时间问题 必须处理等待时间和技能水平问题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多数匹配器 都是以技能水平为依据的 你需要将技能水平接近的玩家相匹配 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愉快的体验 我们在探讨自己的匹配流程时 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形成良好的立足点 确定合理的基础后 你必定会希望扩大 用作匹配依据的搜索标准 于是我们就引入了一些其他元素 比如游戏角色偏好 来自游戏角色职业偏好 当然这要取决于具体游戏 如果你希望按地区划分玩家 从而实现更短的延迟时间 更高的性能 让玩家有更好的连接体验 我们就必须考虑地理位置和区域 最后你还想创建一个社交图谱 从而将玩家联系起来 比如彼此之间是游戏好友一起玩过游戏 或者有相当不错的体验 或者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胜率很高 我们希望将这些玩家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设计之初考虑到了 OpenMatch和其他匹配器尝试应对的这些问题领域 希望能帮你解决相关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OpenMatch OpenMatch是我们与Unity合作创立的一种 开演玩家匹配框架 它能为游戏开发者提供很大的能力 支持他们实现自己的匹配器 满足玩家需求 OpenMatch有许多优点 包括能随着你的需要和玩家群的变化而进行扩容 这样你不用担心突然有大批玩家入室 该如何去配置游戏 而你的开发团队也能安心无忧 我们希望打造一种可以安需扩缩的框架 让你不用为它操心太多 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游戏开发中 更多的关注游戏逻辑 以便将玩家对接起来 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体验 你希望更多的关注游戏逻辑 更多的关注如何划分玩家 你可能希望将玩家分组 我们也支持这种功能 将玩家分组的好处是 你可以真正专注于一组核心玩家 他们在一起游戏时能获得更愉快的体验 OpenMatch提供了处理这种情景的灵活性 最后我们希望你保有控制权 这种框架基于Kubernetes运行 让你可以安需对玩家进行分组 你还希望能够自由掌控服务的部署位置 由于它基于Kubernetes运行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部署到任何位置 我们是在GKE上部署的 但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区别扩缩能力 并利用Kubernetes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希望你将它部署到 你想要得任何平台 而不是锁定在我们的平台上 下面我们具体谈谈OpenMatch 它是一种现代化分布式的匹配系统 支持你为游戏扩容 它目前基于GKE运行 这是我们的专有Kubernetes产品 不过我们马上会提到 它还提供了很多好处 比如扩缩能力 谈到扩缩能力 假如你有十位玩家 游戏运行良好 可是不久之后 你的玩家激增到了一千万 Kubernetes的好处在于 它让你的游戏 抱歉是让你的匹配器 能随着玩家的激增而随时扩容 这是我们希望实现的 重大目标之一 让开发者不必再被 扩缩能力而困扰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灵活性 一些开发者需要 匹配器的可扩缩性 但还希望在自己的系统中 提成这种优势 OpenMatch允许你进行扩展 获得运行OpenMatch之类 可扩缩平台 所具备的核心优势 包括实现你自己的服务 通过实现自己的服务来 与OpenMatch连接集成合同性 这样你可以安需扩展 打造之如真正根据你的情况 我们希望为你提供这种灵活性 最后你还需要能衡量延迟时间 需要能衡量 匹配性的性能 而Gubernetes的好处就是 让你能实现这一切 玩家的等待时间是否太长 延迟是否太高 你的游戏逻辑是否 允许你运行这类功能 在匹配逻辑的基础上 实现或集成这类衡量 从而优化玩家体验 在我们讨论匹配流程之前 先来看看OpenMatch的 实际运作方式 我得先声明一下 为了快速开始演示 我实现已经完成了 极群部署步骤 还准备好领事中 所有服务器要部署到的 命名空间 演示的第一步 是部署匹配器的 传统流程的一部分 使用OpenMatch的时候 第一步是部署OpenMatch核心 我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简单讲讲 OpenMatch的一些核心服务 OpenMatch前端负责创建Ticket 还负责为客户端更新 这些Ticket的状态 有一个状态储存库 以建制方式储存 可以替换为其他任何建制方式的储存库 比如内存存储 有项查找服务负责查找这些Ticket 根据为查询指定的匹配配置文件 返回所有符合相应条件的Ticket 举例来说 假如你要匹配5V5游戏 1V1游戏 基于技能的大逃杀游戏 它能获得所有符合相应条件的Ticket 我们还有一个OpenMatch后端服务 它负责调用匹配函数来生成匹配建议 并与我们稍后要部署的另一项服务交互 后者将在这些匹配建议中 为Ticket分配一项任务或一个游戏服务器 所有这些服务构成了 匹配器中的核心功能 我们的开发理念是让你可以将更多时间 花在你自己的逻辑上 而不必为服务器的核心功能费心 在下一步中我们要部署一个配置映射 它包含一些环境变量 以及一个默认的评估器 它负责查看你的匹配建议 为其分配一个质量得分 在我们根据这个分数对匹配建议分类之后 尽可优先分配质量很高的建议 确保尽可能为玩家提供最优体 在本演示的下一步中 我们要部署一个EV1匹配函数 逻辑很简单 获取在队列中找到的前两个玩家 并将他们匹配在一起 我们还会部署一个控制器 或者模拟一个控制器 负责向OpenMatch请求建议 并在收到建议后 将其分配到一个游戏服务器 为了更直观地进行展示 我们将通过本地主机 将所有流量转发到一个浏览器窗口 看一下流量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方便演示 我们有五个客户端来模拟玩家 他们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状态 包括进入主菜单 创建Ticket 等待匹配 然后进入休眠状态 这个状态 你还会注意到他们有分配方案 如果你仔细观察在分配方案出现后 有一些玩家配对在一起 这是1v1匹配函数的运行结果 找到他们并将他们配对在一起 再往下还有控制器 控制器也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状态 其中之一是休眠状态 因为控制器是按你自己设定的时间间隔运行的 你可以通过配置映射来实现 它会向OpenMatch请求匹配建议 然后调用这个1v1匹配函数 收到匹配建议后 它会完成实际创建这些游戏服务器的过程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拟玩家连接到这些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当然并不是真实的游戏服务器 只是我们为了演示而创建的模拟地址 为了直观地进行演示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张幻灯片里 为你展示一个玩家经历的匹配流程 我们刚刚看过了OpenMatch的实际运作方式 下面我们来谈谈流程 也就是刚才玩家经历的匹配流程 首先你的玩家要向匹配器 提交一个请求 这会通过称之为游戏前端的 自定义服务器来处理 作为开发者 你要负责创建游戏前端服务 不仅要实现对玩家进行身份验证的功能 还要基于所有玩家信息 构建匹配请求 这是匹配玩家的必要条件 游戏前端在构建一个请求或ticket后 会将其转发给OpenMatch 一旦OpenMatch里的前端服务接受 或者说收到了你的请求 就会将其存储到一个状态 我们目前使用的状态存储库是Redis 如果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 让你可以改用其他任何建制方式储存库 第二是由你负责的另一项服务 它会查找匹配或匹配建议 这项服务就是控制器 控制器的责任是这样的 我要定义游戏模式配置文件的类型 这样你的玩家就可以使用这些模式了 游戏模式包括大乱斗 大逃杀 5V5 匹配赛等 我会定义所有必要的条件 并根据这些条件来匹配玩家 当然这里也会考虑到玩家技能水平的平衡 控制器会说 我们要满足这样一个匹配条件 我想获得相应的匹配建议 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个请求发送到 OpenMatch中的后端 后端负责调用匹配函数 这个函数负责提供你的所有逻辑 并创建这些匹配建议 为此匹配函数必须对查询服务进行查询 或者向查询服务提交请求 以返回状态储存库中 所有针对这种特定游戏模式 并且与匹配条件相符的Ticket 在查询服务将从存储库中获取的所有Ticket 返回给匹配函数之后 它就会执行其常规逻辑构建这些匹配建议 并将其发回给后端 再由后端转发给控制器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分配阶段 现在我们已经收集到了这些匹配建议 我们希望将这些玩家连接到游戏服务器 这样他们就可以玩游戏了 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是 控制器联系游戏服务器编排平台 比如Agonus 平台会返回一个游戏服务器 提供玩家加入游戏 在收到游戏服务器之后 它会将服务器分配给这个匹配建议 匹配建议已经填充了所有玩家和Ticket 控制器将匹配建议转发到后端 最后把更新后的Ticket信息提交给状态储存户 这样匹配建议中的每个Ticket 都会收到这一份分配方案 在分配方案中的所有Ticket都填充完毕后 它就会按照相反的流程向客户端返回一个响应 也就是先发到OpenMatch内的前端 然后再发到你的游戏前端 在玩家收到以找到匹配对手的响应 以及游戏服务器分配方案之后 即可直接连接到游戏服务器 我们已经谈过了OpenMatch的好处 谈过了匹配流程 也看过了步骤演示 接下来我想聊聊我们决定采用开放 首先匹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课题 很难仅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 所以我们认为协作是最佳方案 协作的结果当然是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而非专门为某一个参与者进行调优的解决方案 就像一个孩子的成长往往离不开社区的扶持 我们就是本着这样的想法 就匹配最佳做法来说 它可以让我们可以几百家之长 将各种最佳做法实施到一个解决方案中 提供可供许多人使用和运行的核心框架 其次我们还希望保证灵活性 我们希望大家能知道 匹配器并不是一种 通过单独的全包是解决方案实现的功能 我们希望号召大家采用OpenMatch 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运行 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扩展 集成额外的服务 随意自行更改任何核心功能 并且将它投入运行 为你的玩家打到最好的匹配体验 最后 协作式的工作方法 让我们能集思广益 真正地避免重做无用功的情况 我们希望能让你获得所需的工具 使用每个对于你来说真正必要的组件 同时你还可以说 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游戏逻辑 不用为所有匹配器通常都具备的 核心功能操心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随时访问OpenMatch.dev 最后我要感谢每一位 今天这场演示的参加者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